成军才短短四年 却已造成轰动的活物团体 Coming True 算是在国外表演的长盛军 不论是内地的达人秀 或是受邀到捷克韩国表演 屡屡造成轰动演出 但是碍于台湾社会的不被接受性 因此很少能有机会在国内演出 表演了这么久 常常被很多人问到 为什么总是往外跑 而不在台湾做表演呢 其实在台湾演出国舞 一直是他们所向往的 无奈这样的表演形式 目前在台湾的社会 常遇到许多的困扰与阻碍 不过这一次他们克服万难 决定在综艺非常赞的舞台 带来视觉上的震撼演出 接下来呢 要不给各位介绍的 是一个世界级的活舞表演 新一代的台湾之光 漂亮 战机非常的辉煌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代表台湾去参加亚洲达人秀 而且陆续代表台湾受邀到捷克韩国 还有世界各地去表演 拥有 从国外拿到好评 再回来 同会来 好不好 欢迎 Coming True Kin 啊 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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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哇 哎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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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逐变 哎呦 天啊 天啊 這個厲害 這太強了 這 這什麼原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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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熱度現場好明顯 熱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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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好厲害 太棒了,強了 今天很多表演都已經犧牲 像我的表演 我那麼多年了,犧牲的歲月 這一位的表演 他已經犧牲了他的頭髮 他,我跟你講,一定是常常收到 後來他乾脆剃光頭 是這樣嗎 是的,飛哥 有很多的技術是建立在 頭髮上面 就像我們很多的團員 他們平常都是沒有手毛的 沒有腳都燒光了 都被燒光了 真的耶 因為他剛剛的一段是用那個 肩頸跟頭在 火棍 完全沒有加什麼繩子綁住 沒有 很多人都問我上面有沒有雙面杖 對啊 怎麼覺得他好像是有個磁鐵黏在他身上 這樣一直滾 那個真的厲害 不簡單 成員是大概是怎麼樣認識的 各位覺得我們演出精采嗎 當然 沒話說 每一位團員 都不是從小練習表演的科班生 對 我們都是理工科出來的學生 我們覺得來到飛哥的節目 我們一定要來喊一下 當然 大家好 我們是 對,我們也想借這個機會 是感謝飛哥 讓我們 這是第一次 是 我們用火舞來到了台灣的節目 第一次耶 這個叫金剛嘛對不對 金剛我要要他表演的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 你沒有麥克風在那邊講 那個金剛吼 鬼叫 我跟你講不要麥克風 你們聽聽看 這是他的聲音嗎 來 所以你做完一個動作 不知道他是幹什麼 來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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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你們那個火是不是不會燙啊 超燙的 我們每個人身上 大部分都會有一些燒燙傷 女生有沒有手頭髮燒起來過 每個女生頭髮大概 飛哥,你們可以看到他們的頭髮 都不長 前面都捲的 前面都捲起來了 這也是捲的 前面一點,對 焦的耶 剛剛才燒的嗎 對 那你為什麼會參加這個男生 這麼恐無有力的這種 真的耶 是喜歡啊 喜歡他的啊 不是 在一起 怎麼會喜歡火呢 因為火很美嘛 就是很容易被他吸引 那這樣我剛剛看是你嘛 對 把它吹成一股煙的嘛 對 那個不是三兩天嘛 那個是真的厲害 那不是三兩天 那是三兩年 那練習的時候有燙過嘴角嗎 有 其實像有的時候就是火太大 沒有控好 油沒有控好 就會燙到嘴角 像我前陣子才剛吵到這裡 還是危險 有一定的危險性 還有一個問題 Coming True是什麼意思啊 Coming True的中文叫做 即將成真 我們都有夢想 可是還沒實現 那就叫Coming True 即將實現 即將實現 太好了,給即將時間鼓勵 謝謝 謝謝